是嗎? 說回後悔的尤戴 他把我三十塊錢掉在聖殿 走出去就掉死了 甚麼事這麼抵不可以走去死 難道你以為出賣耶穌的尤戴是好人 尤戴? 過得去吧,可以的 如果他不出賣耶穌 耶穌就不會釘十字架 他不釘十字架的話 你也沒有十字架纜了 你沒得招惹了,你怕嗎? 尤戴出賣耶穌是神的安排例 是呀…神特地擅長尤戴一個學生 神,請你原諒我的暴力 請你啟示我如何打救這個學生 周星馳的電影當然是從小看到大 每個香港人都 包括我在內 剛才那條短片 我看過筆下三、四十次 從小看到大 不過想不到 原來大了之後才發現 原來剛才的圖學威龍二中的一段搞笑片段 跟聖經研究的一些問題是有關的 我從頭說起 我今次想說的題目 就是一本叫做尤戴福音書的古代文獻 由一班National Geographic 請回來的學者 然後把文獻復原 因為是很古舊的 所以要把它組裝起來 稍後我會有些照片給大家看 組裝起來之後 就transcribe 了它 把那些手寫 說好一點 究竟是哪個字 哪個字打哪個字 另外有一個英文的翻譯 我相信現在應該也有中文翻譯 我不是很肯定 這個當初 剛剛向外公佈了尤戴福音書之後 就引起很大的迴響 有些傳媒就說 我以下就 summarize幾個比較出名的 例如 Boston Globe 他就說 Last week's bombshell release of the gospel of Thomas had many Christians wondering whether the familiar story of Good Friday needed some updating 他的意思就是 剛剛推出的尤戴福音書 可能會令到很多基督徒 重新思考 他們平時聽到關於耶穌受難的故事 是否需要更改 另外New York Times 又說 It giv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relationship of Jesus and the disciple who betrayed him 他就說 這個尤戴福音書 可以令到大家 有一個更加不同的了解 重新了解耶穌 和尤戴之間的關係 另外National Geographic 他自己這樣就說 They threaten two millenniums of Christian Doctrine 他說尤戴福音 是會 flatten 是 中文是甚麼 是威脅到 超過兩千年的 基督教神學 我們以後就看看 究竟尤戴福音是說甚麼 首先我想說尤戴福音書是真實的 他並不是假的 他並不是人造出來 或者這本書從來沒有突然出現 我們一向都知道有一本書叫做尤戴福音書 只不過我們從來沒有人抄了很多本 然後我們可以看 所以我們知道他的存在 我們知道他曾經存在 不過我們沒有那本書 因為早在第二世紀的一些教父 例如這個中文叫甚麼 外淫樓 艾曼樓類似的 他也有提到一個尤戴福音書 他就說這是一個heresy 即是異端 我們知道這本書是存在 曾經在歷史上是人體的 不過最近 就被我們發現到唯一的copy 這張照片裡是一個叫做Codex Charcles Codex的意思是一本書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Charcles 在埃及那裡發現 一般學者認為他是由第三世紀抄成的 他在那個時候抄成 就不代表他上面那些東西 就是第三世紀的東西 可能是更早 不過他在第三世紀抄成這本書裡 你看到這本書的情況也不太好 中間碎了 因為他之前不是在一些library或museum裡面 他落在黑市場 在私人收藏家的手中 有些人很無知 據那些人匯報 其中有一手那人瘋 他想著 例如 我現在有一本很古舊的抄本 應該是非常重要的 我應該好好保存它 如果我有塊豬肉 我想好好保存它 我會怎樣做呢 我相信我會放它進冰箱 在邏輯學上來說 豬肉既然放在一個冰箱裡 可以得以保存 我現在有個抄本 我便應該放它進冰箱 他就放進冰箱 誰知拿出來之後就碎了 因為那些水份子放進冰箱冷藏後 就改變了 一拿出來就碎了 變成現在這樣 經過一輪的搶救 National Geographic 他又聘請了一群學者 一起將它組織 他就出了一本書 我應該有個照片 他就出了這本書 裡面有一個英文翻譯 2006年 即是五、六年前 他翻譯了這本書出來之後 National Geographic 他本身有一個表明 就是去說 以他的理解 這本書的猶大福音書 據他所說 在這本書的猶大福音書裡 猶大並不是一個壞人 相反 他是一個得到祝福 他是一個很有智慧 是這麼多個門徒裡 唯一一個了解 他是耶穌的 ministry的人 他明白到耶穌一定要死 所以他就助他一把 如果猶大福音書 他真的說這件事 我覺得挺有趣 有一個古代 一個不同的觀點 來看耶穌受苦 受難的故事 我覺得很有趣 雖然沒有證據顯示 猶大福音書是來自第一世紀 或者他裡面寫的東西是歷史 但是 也是一個早期教會 一個相當有趣的觀點 我覺得 但是 後來 猶大福音書推出之後 陸續有一些專家 他說 這個翻譯其實有很大的問題 我看過其中寫過最好的一本書之一 就是由 Rise University的 April de Kornick 他寫的書叫做 The Thirteenth Apostle What the Gospel of Judas Really Says National Geographic 他經常故意將一些錯誤的翻譯 放在猶大福音書裡面 令到那些看英文翻譯的人 因為猶大福音書 他只是由Coptic寫成二 即是懂得看Coptic的人 不是很多 所以 很多 包括學者 在內 其實都是依賴 英文的 他就說 透過這些有問題的翻譯 才得出一個很新鮮的結論 即是猶大是好人的 這個奇特的觀點 他說 很多地方 如果翻譯得對的時候 猶大和聖經裡的猶大基本上是沒有分別 他依然是一個壞人 他就指出了有幾個例子 第一 在左邊的欄就是National Geographic的英文翻譯 右邊就是De Kornick的新翻譯 即是他更正過的翻譯 我們先看左邊 他就說 National Geographic說 猶大福音書中其中一句 When Jesus heard this, he laughed and said to him Him就是Judas You 13th Spirit, why do you try so hard? 他就是一個耶穌和猶大之間的對話 他就說 耶穌對猶大說 你這個13th Spirit 即是第十三個靈 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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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nia 英文 Demon 就是這裏 Demon 就是魔鬼 你沒有理由 將它翻譯做spirit 即不是不可以 你強勁都可以 但絕對不是最自然的翻譯 所以Demon Demon 最好的翻譯 其實是 When Jesus heard this, he laughed He said to Judas Why do you compete? Oh, 13th Demon 所以在左邊 National Geographic的翻譯 絕對是非常positive 即是spiritual 即是屬靈 即是把耶穌對著猶大說 你這個相當屬靈的人 但在右邊 Decronic 其實那句字 不是屬靈 那句字 根本就是魔鬼 一個非常positive 另一個非常negative 另外一個example 他那個字 就叫Porge 在左邊 National Geographic 有一段 就這樣寫 When Judas heard this He said to him What is the advantage that I have received For you have set me apart for that generation Porge的字 在National Geographic 裏面就是 You have set me apart for 尤大就說 耶穌 即是把他 柬選了他 set me apart for 即是柬選的意思 但Decronic 就說 那句字 不是這樣用的 Porge 那句字 是separate from 不是柬選 而是exclude 沒有你份 不是選了出來 有好東西益你 聽起來好像相似 但完全相反 一個positive 一個negative 翻譯 另外給我一個example 這就錯得很重要 在左邊 National Geographic 他就說 有一句 在猶大福音中 有這樣說 耶穌對猶大說 They will curse your assent to the holy generation 他就說 他就說 提到 猶大會 升到 那一群聖結者 當中 這個形容 可能是說 他有可能會升天 會 升上神台 升上天堂 類似的 聖結者 我相信 可能是天使 或者其他 同列天庭的聖結者 即是一個非常positive 即是一個 將來非常光明的 picture 但是 Dekornic 他就說 National Geographic 他根本就是 翻譯 漏了一句 即是有一個negative indicator 在那裡 他就說 應該是 You will not ascend to the holy generation 耶穌明確地 跟猶大說 你沒有你的份 你不會升上天堂 所以 我要提及 因為有本書出了 他會有很多 addition revision National Geographic 其實 他現在新出的addition 有很多 他的確同意了 Dekornic的更改 所以他已經改了很多 他的翻譯 但已經太遲了 因為當初出版 那時候 你說得很厲害 然後那些 報紙就不斷報 又說 真是 可以推翻過去 2000年的 很多 基督教的 神學觀 現在當然 就是不會出一個 更正啟示 所以我覺得 這個 又是幾年前 一個 在復活節期間 推出 然後 又是報大了的新聞 我覺得 裡面有很多 錯誤的資料 有很多錯誤的資料 其實現在比較少人說 這個猶太福音 不過我覺得 也需要 不斷提及 以正時聽 有很多 多謝 我們 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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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